男人捡起美美的裤衩 发现上面竟有一滩乳白色液体 他凑近闻了闻 一股一样的气味瞬间扑鼻而来 健壮 他连忙在美美真理的裤子里翻找 果然一张崭新的日圆映入眼帘 此刻梁田内心顿时燃起无名邪火 他直接冲进玉石质问对方 然而真理嘴里却重复说着冒险二字 完全不回答哥哥的问题 而这也让其头上的梁田瞬间爆发 他拽起女孩就是一顿毒打 企图用疼痛让美美记住 他的身体是不能让人随便碰的 但真理依旧听不懂 只是不停地对着哥哥傻笑 看着吃傻的妹妹 梁田心中说不出的委屈 几个小时前 他刚刚忙完一天的工作 然而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 却看到锁着真理的绳子断了 梁田心中突然慌了神 一个吃傻的女孩单独出去 会发生什么都未可知 他急忙打给真理经常会去的地方 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 他只能联系当警察的好友 祈求对方帮忙寻找 而梁田则拖着一条残缺的腿 漫无目的走在街道上 很快一天的时间便流逝了 此时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妹妹自己 谁料 他刚刚打开房门 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车狭窄的出租屋 电话中一个陌生男人询问梁田 是否认识一个叫做真理的女孩 听到此处 梁田激动地跑了出去 最终在河边停靠的一辆车中 他发现了失踪的妹妹 为了感谢陌生人的善举 他从身上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日圆地给对方 就飞快地加车离去 之后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第二天 为了拦住爱乱跑的妹妹 梁田将捆对方的绳子换成铁链 保险起见 他还将出租屋上了一把新锁 直到做完这些 他才安心地来到港口上班 然而命运的不公却愈演愈烈 港口老板突然将梁田辞退 而原因就是他是个瘸子 没有正常人带来的笑意高 打一巴掌再给一颗填枣 港口老板将这句话表现得零零尽致 在梁田临走之前 他给对方多加了一月的薪水 没有养家户口的工作 梁田只能靠接受供活赚取金钱 可这微薄的收益 根本不足以维持兄妹俩的生活 无奈之下 他只好再次寻求警察好友的帮助 可对方也有自己的生活 能借给梁田的也很少 兄妹俩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 谁料 门外突然传来急促地敲门声 原来是房东给他们下达了最后指令 如果晚上六点之前无法支付房租 那么就会断掉他们的水电 而此时屋内的梁田 一言不发地坐在床边 他和妹妹已经好几天滴水未尽了 这样下去等待两人的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 梁田脑中突然浮现起妹妹说起的冒险 一个邪恶的想法在他心中扎根 男人一把将妹妹拉到司机面前 大肆吹嘘其他的私密信息 可对方只看了一眼 便毫不犹豫地将车窗关上 只因女孩是个吃傻的人 然而梁田并没有因此放弃 很快他便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幸运的是 这次他没有被拒绝 梁田殷勤地将妹妹送进对方的车里 而他自己则大口吃着泡面 谁聊就在这时 下单的男人突然拉着妹妹下车 他称珍妮打伤了自己 并且逼迫梁田退钱 而这好似不够解气 随即又将梁田暴打了一顿 事后 他回家将妹妹的零钱罐打破 用里面的钱买了一支口红 不顾珍妮的意愿 强迫女孩涂上口红 因为在她看来 妹妹会被退货全英收拾得不够漂亮 梁田带着女孩四处流窜在大街上 将自制的粉丝卡片挨家挨户的塞进形象 谁料刚刚走上天桥 珍妮突然玩心大发 将将各个好不容易准备好的名片 一股脑扔向空中 尖壮 梁田心如死灰地看向妹妹 几天的努力就这样复至东流 这让她心中十分恼怒 但转身想到以后的生活还要靠妹妹冒险 只能任由女孩开心玩耍 然而梁田万万没想到 妹妹的随手一扔 竟会招揽到特殊人群 这天下午 梁田接到一个下单的电话 她忙不迭地将珍妮送到对方家中 可开门的竟然是一个小矮子 虽然她心中很嫌弃 但看着对方给出的金钱 她收起心思 搬出一副谦卑的微笑 并贴心地提醒 一个小时候她会来珍妮离开 就这样一段时间后 梁田如约来到小矮人家中接回妹妹 因为有了一笔巨款 兄妹俩吃上了这段时间第一顿饱饭 梁田甚至撕掉了出租屋的折袖布 这也代表他们真的走上这条不归路 之后的日子里 梁田每天都会接一单冒险 有时是爽快的孤寡老人 但也有嫌弃真理是个吃傻的 可在梁田的三寸不乱之蛇 与这半的费用下 统一了这场交易 而随着积攒的金钱越来越多 两人不仅不用了肚子 甚至还清了房租 水料这天晚上 兄妹俩刚完成一个单子 坐在回家路上时 一群混混突然拦住了他们 梁田因为腿脚不变 行动异常艰难 带着妹妹还没走两步 便被后面的混混一脚踹到在地 随即强硬地将兄妹俩带到他们的基地 在这里 梁田被逼着观看妹妹被他人折磨 甚至在她闭上眼睛时 其中一个混混还隐生生地掰着她的眼睛 这混乱不堪的场面 让梁田情绪直接失控 但她却无法阻拦 只因她被锁在了笼子里 事后 玩够的混混拔腿就跑 都留兄妹俩麻木地坐在原地 这个场景像电影一样 日日夜夜播放在梁田的脑中 她的理智开始回隆 慢慢思考起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可就在她要想清楚时 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两人的出租屋 老男人哄骗弱智女孩脱下衣服 可脱到那一时却被对方狠狠咬住 男人瞬间恼羞成怒 不仅将女孩扔下车 还把支付的50块全部要了回来 然而这次的失败却没有让梁田放弃自己的想法 因为只要梅梅玩一次冒险 那两人好几天的生活费都不用愁了 甚至时间长点 房租和水电都只不过是毛毛雨 很快 梁田便将梅梅打扮的花枝招展 从上街推销也变成了更专业的小卡片 万事开头难 在梁田带着梅梅完成第一次的冒险后 之后便有源源不断的人下单 兄妹俩也因此解决了温饱与房租 然而两人的举动扔恼了当地的地皮蛇 他们将梁田和真理狠狠折磨了一番 事后 梁田的都是已久的理智突然会拢 她开始后悔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但却为时依晚 因为就在这时 她的妹妹突然被查出了身孕 梁田不可置信地看着检测帮上的两条杠 为了两人的生活 梁田将真理带到医院询问打胎的价钱 听到那笔巨额的金钱后 梁田退缩了 她扶不起这笔钱 但妹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也不能留 无奈之下 她再次找到当警察的好友 水料金正好碰上对方正陪着妻子逛街 梁田上前跟好友攀谈借钱事宜 而此时的真理却走到了对方妻子面前 真理情不自禁地抚摸女人的肚子 好似能感觉到里面有一个幼小的生命 健壮 梁田顾不得数对方借给她多少钱 连忙拉着妹妹离开这里 因为她让真理去冒险的事情不能被警察好友知道 否则她就完蛋了 然而天不遂人愿 因为真理当初的那一扔 被有心人看到后 立刻把卡片交给了警方 而当天值班的正好就是梁田的好友 对方看着纸上熟悉的电话号码 心中不由地怀疑起来 但又想到梁田平常最珍惜的就是她的妹妹 怎么可能让女孩去冒险 这个卡片也被好友抛在了脑后 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好友还是知道真理被梁田带着冒险的事情 她怒气重重地闯进两人家中 大声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害自己的亲妹妹 而愧疚的梁田一眼不发地受着好友的训斥 坚妆 警察好友也卸下了火气 开了这里 第二天 梁田便这笔钱帮妹妹做了手术 而她则准备好好找一份工作 以此来养活这个家 可她万万没想到 在梁田刚找到新工作的第二天 妹妹再一次失踪了 然而这次任凭她如何寻找 真理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终警察好友在海边发现了一只鞋子 她打电话通知梁田过来辨认 谁料 对方在看过以后静消了出来 没人看懂梁田这抹消的含义 而兄妹俩之后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也无从知晓